老爷 兄弟们在城门口 和鬼子交上伙了 虎爷安排手下兄弟 在城门口 主击日军出城增援火车站 以配合宝中的研究行动 老爷 打响了 好了 该走了 可惜了 我这套大宅子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走了之后 你就把这房子垫了吧 老爷 我明白 你就是不想便宜孙彪那天杀的 这八根条子他也敢买 再有 把这个还给索兰吧 好 另外家里余下的钱 也一起交给抗连吧 怎么说咱都是中国人 交给他们打鬼子吧 好 老爷 走吧 好 独播 小心点 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没看见跑出来的 没看见 没看到 都听好了 孙彪买房子的事 千万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听见没 是 是 好一个虎爷呀 自己烧自己的房子 够狠的 漫妃 亮 亮 还能活着 见到大家 谢谢大家救了我 我娘 我娘她 找到我娘了吗 娘已经入土为安了 你放心吧 我这辈子 最亏欠的就是我娘 我娘从小 汗心如骨把我养大 没有想过一点情风 我没有经过一点小的 我死后 把我娘藏在一起 别说傻话 再也不分离 别说傻话 冷媒 我失言了 再也不能照顾你了 不要怪我 不要怪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有光 你不是说了我们永远都不分开的吗 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 你喜欢我你倒是好好给我活着呀 你为什么就先走了呢 心有光 你为什么你就先走了呢 真不知道 这样的生女死比还有多少 如果 我真的好害怕 我们三个 宋晓鸥一起长大 如光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 她牺牲了 我们的心里都很难过 但我知道 最没法接受的 是冷媒 保重哥 你去安慰一下冷媒姐吧 我们的心里 她跟我一样 都只有你这一个亲人了 咬出来了 哭出来了 心情好点了吧 你怎么回事 我理解你 爹走的时候啊 我也很难过 我连喊的力气 哭的力气都没了 我只是想默默地 把那种痛苦的心情给熬过去 有光走了 应该比谁都难过 毕竟这么多年 有光对你 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而且我相信 你心里也是明白的 对吗 我一直都在逃避 保重 因为我知道我心里边爱的一直都是你 保重 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子折磨我们三个人 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们三个人啊 为什么 姐 你到现在还觉着你爱的是我吗 是不是 我只是一个借口 你逃避有光感情的一个借口呢 现在有光走了 现在有光走了 你问问你自己 你问问你自己的内心 你到底爱谁 有的时候 你以后 你才能够知道 他在你心里的分量有多重 你才能够知道 他在你心里的分量有多重 这么多年 你扎在男人队里 你把我和我弟 照顾得无微不止 但是你对有光呢 没事就骂 没事就挖苦 你为什么会对他这样 是你讨厌他吗 还是说 你对他也有一份特殊的感激 住在你心里的那个人 不是我 是有光 我骂他 我挖过他 那是因为我觉得他会包容我 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会包容我 我知道他对我的感情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会把他说出来 我吓到了 我手足无措了 我穿着这身抗怜的衣服 我是周围 数清数出 我分他清楚 我总觉得就这样子挺好的 如果有一天抗战胜利了 我跟有光 可能就真的过到一起了 可是他就这么走了 老朱 有光走了 有光就这么走了 是 你得清楚你自己的感情 你得证实地 只有这样子 有光 只光在九泉之下 咋才能瞑目 对 尤光 这些天我总是梦到你 我觉得你就在我身边 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 尤光 对不起 我 从小到大我都觉得你就是我的哥哥 你就是我哥哥 我就是你妹妹 我就是你那个最任性的妹妹 直到那天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我对宝仲的感情有多深 你就对我的感情也有多深 我倒是不理解了 我倒是很生你的气 可是我现在明白了 我真的明白了 我 我 有光 如果真的有下辈子 我不是你的妹妹 我是你心有光的妻子 我是你心有光的妻子 那咱们个儿几个 就陪着昨夜的兄弟们 一起上路 来 喝碗状行酒 来 来 干了这碗 干 干 没法呢 出府 站住 你们的 什么这个 昨天夜里 死在这儿的人 全都是我的兄弟 我是替她们来收拾的 他们是你们的朋友 你们弟是一起的 是 我要出城 把他们给埋了 好让他们入土为安 把干 你们弟两心大大的坏 尸体不能带走 疼疼的抓起来 报告 虎爷去城门了 他去那儿干啥 看样子 是去收尸的 走 看看 是 关队长 队伍已集合完毕 随时可以出发 出发 是 是 兄弟们 好样的 我虎爷 归对你们呀 不能给你们收尸了 索性 虎爷就陪你们一起上路 你们这帮小鬼子 你们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死者为大 入土为安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们不懂吗 准备 你 你 小鬼 这几个都是抗联的 昨天晚上 在火车站袭击皇军的 就是他们 来 别着急 这几个抗联的 交给我来 老东西 小鬼 别在这儿装神弄鬼了 大清咋的 这是哪儿来的一只疯狗 在这儿交换 你个老不死的 把自己家柴子烧了 还骗了孙彪的钱 你也太阴了 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就是关景山 就是你小子 带着一堆鬼子 满山遍野的 围绞抗联和杨死灵吧 我就奇了怪了 咱这泱泱大国 怎么就出了你 这么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人贼作妇 残害百姓 你不得好死 可是 我死不死的 你是看不着喽 虎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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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子灵 这次虎爷为了救有光阁 一命相迫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 应该去看看他呀 对 昨天虎爷为了拖住鬼子 决战城门 他伤亡一定不小 你应该去看看 还有 一定要注意 别让鬼子发现了 千万别和鬼子起冲突 顺便去一趟马文那儿 打探下鬼子的下一步行动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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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坐坐 来 坐 虎爷 专门让我在这里等你们 宝忠和大伙 不放心虎爷和兄弟们 让我和三刀过来看看 兄弟们 伤亡过多 活着的没几个 都跑到乡下去了 虎爷怎么样了 虎爷 虎爷 没了 虎爷是怎么没的 虎爷这个人你是不知道啊 这一泊云天 他让弟兄们到城门去堵鬼子 那必定是有死无活呀 这弟兄们死了 他怎么会自己一个人活着呢 弟兄们出发之前 虎爷就亲口跟大伙说 打完这一仗 活着的就远走高飞 不要回来 这死了的 他亲自去收尸 他是在收尸的时候 被鬼子抓住 最后 最后 被那关靖山打死的 又是关靖山这个遭天杀的 关靖山恶观满盈 血泽累累 我们一定会杀了他 那天清早 虎爷出门前 托付给我他最喜欢的班纸 叫我转交给索兰 还要 这些钱 也是虎爷让我转交给你们抗帘的 虎爷说 他是一个中国人 打鬼子是他的本分 他要为中国人出一份力量 好的 我一定带到 不过这班纸 这事也是索兰真心想送给虎爷的 现在 虎爷没了 我也是 遵从我主人的命令 不敢违背 请你们 转交给孝阳此理 你 请不吝点赞 Pom 我还要走 我能不能走 我只会成为你 有出来的 我可以回答你 我会知道你 我都不在书 我可以思考甚至 你不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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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还真正来临的时候 对住 痛着心扉的痛 还是会钻到你的骨子里头 包忠哥 我能理解你的难过 当时我哥离开我的时候 我也觉得 好像活不下去了 我觉得 真的 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我都是一种煎熬 我真的恨不得跟我哥一块走算了 王荣哥 冷眉急 你 他是爱有过的 爱 他一定是爱有过的 少过这么多年 他心里根本就不知道 他一直以为 他喜欢的是我 人有的时候 总是有那么个心情 他看不清自己要的 自己爱的 或者说是 他根本就不想去看清 他想去看清 其实你跟冷眉姐一样是吗 你们都怕自己会牺牲 怕会连累到对方 所以你们逃避自己的感情 可是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两个人只要有情 就得在一块儿 哪怕只有一天 这样 就算死了也不会有什么遗憾 我们三个人说好了 永远都不分开了 谁也不许死 老梅说得对 我们当年一街金兰 通生共死 永不分离 老梅 今天我们运球子 把两只兔子 两只野鸡 最后我想告诉你 你对保重的担心有多深 我对你的担心 就有多深 不管你将来如何选择 我都希望你开心 快乐 但是我相信 现在我这心里 应该已经明白了 我突然之间觉得 好心疼我那街儿 他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所以他只能把他的情感 放在心里 跟谁都不讲 现在有光哥走了 他想说什么也没有机会 保重哥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我今天能坐在这个地方 跟你聊家 聊国 聊儿女情长 以前 每次你说到国仇家恨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我不太能理解 但是现在 我看着我们身边的朋友 一个一个地离开我们 我好像越来越懂了 如果不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我们真的有无名的人 我们的家人朋友 也不会得到所谓的平安 祖蕾 你长大了 真的长大了 我相信 你哥要是听到你今天这番话 会特别欣慰 不认识 那是我们眼前的局势啊 还是很远距 敌人的兵力太过强大 怎么才能消灭他们 正面强攻是不现实的 那是一软即逝 只有把他们引到山里头来 利用地形 利用我们擅长的游击战 才能消灭他们 可是 你经过这几次交锋 暗谷变得越来越狡猾了 他没那么容易上当 而且他身边有关锦山 关锦山这条牢口 他很清楚我们的战术 他会时刻地提醒暗谷 所以 怎么才能够 让他们走进我的圈套 我 我一直想不到办法 保证哥 你知道吗 其实跟你跟有光哥跟了门姐一样 我跟我哥 玉图哥我们从小也是三个人一起长大的 只是我没有想过日子会变成今天这样 我哥牺牲了 玉图哥竟然成了叛徒 竟然跟着关锦山狼狈为戒 害死了我哥 玉图哥 我真的想不明白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我想他恨我 是因为我 打破了山寨的平静 是因为我 抢走了 他最心爱的索兰 你说 他怎么能不想方设法除掉我呢 其实玉图 跟关锦山不一样 他很可怜 他很可怜 很可怜 其实在内心深处 我对他有那么一丝的愧疚 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我 所以他才走上今天这条道路 他想报复我 想利用关锦山除掉我 但是他想不到 会被关锦山利用 说他的意思 是不是我害得他 玉图哥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把鬼子引进我们的包围圈 不许是没有 你也想要 你怎么办 你不许多了 你还是怎么办 你不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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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能够许多了 他给了我们 他要做来的班纸 我演不下这口气 要不是我加入了抗连 我早就带着弟兄们 我下车跟他拼个同归于尽 我也要出了这口气 同归于尽很容易 要守身赴死也容易 但是你能为胡爷报仇吗 你能为有光报仇吗 别不说话 说话呀 知道了 最近发生很多事情 有光牺牲了 胡爷也遇难了 三桃兄妹 小小姐 大家心里很难过 这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不能垂头丧气 更不能成匹夫之勇 这是鬼子最愿意看到的 三桃 以后你这个脾气 给我好好收一收 最近我们的战斗是有价值的 如果有更多的人 可以像胡爷这样决心 那我们的胜利就不远了 有光的死 还有胡爷的死 让我深深地感觉到 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时光 要珍惜身边的人 不管战争有多么的残酷 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接下来 我们的任务 会越来越坚决 对 冷媒姐说得对 日子 还是要过下去的 我 因此 我们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 有点 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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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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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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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人家是不上当了 姐 你想想 上一次鬼子进攻 猎人山寨可以得手 就是因为B2告密 他们尝到甜头了 再说了 这个暗谷的星星啊 我很了解 他好大喜功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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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